华侨大学2020届毕业典礼即学位授予仪式 6月20日傍晚在福建泉州举行 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在世界各地 共有2780名未能返校的毕业生 在现参与毕业云典礼 当天来自菲律宾、泰国、缅甸、巴西等国家 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多位毕业生代表 通过现场连线的方式 分享自己的毕业感悟 表达对华侨大学的感谢之情 因为疫情嘛 也不能回到学校跟朋友跟同学们一起参加毕业典礼 也不能在长路权好好地拍一张正经的毕业照 毕竟22岁的毕业典礼只有一次了 真的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 不过学校给了我们这种不能返校的学生 安排了一场云毕业的典礼 一来呢觉得这种只会出现在微博热搜的事情 居然真实地发生在了我自己的身上 二来呢是觉得原来学校没有把我们忘掉 就感觉还挺新奇也挺感动的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著名华侨高等学府之一 多元文化融合的华侨大学 已培育近20万名优秀学子 成为中国招收和培养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学生最多的大学之一 当初就是一个人就是从香港来这边上学嘛 开始会觉得说可能大家都不熟悉 会不会有什么不适应的情况 但是就是开学之后我觉得那些担心都是顾虑 还有就是其实是没什么必要的 我是一直在广东 待在广东嘛 疫情期间 然后学校也是时刻去关注我们的一些情况 还给我们寄了一些爱心的包裹 里面有就是消毒液什么的都有 就是觉得学校还是对我们是比较关心的 还记得四年前我自己一个人拿着心理 然后带着要勇闯天涯的勇气来到了华侨大学 那现在转眼四年大学生活就这么过去了 对未来也是有一种又新奇又害怕的那种心理 我相信就是大学里面我们所遇到的所有的酸甜苦辣 都是时间赋予给我们弥足珍贵的一个回忆吧 据了解 今年华侨大学共有超过7000名青年外学子毕业 他们终于2600多人次获得各类国家级奖项 1173人次在省级及以上学科竞赛为校争光 小语 今天就到这里 独播室 小语 CHARLAY